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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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麼好來送我幾天?大小姐 還好說, 從餐廳到現在 看著你們兩姐妹在耳朵 浪費我的時間 你不用來監視我上機 我怎麼不走? 難道我不怕你跟法國領事館說 說我幫阿琪假扮身分 拜我妹妹嗎? 你知道最好, 現在你的病又沒康復 如果還要坐牢的話 就真是臨腦, 不過得細了 不過我不會虧待幫過的人 這裡有一筆錢給你的 不錯, 說個謊言 又不用坐牢, 又有錢收留 你的錢我不會要的 雖然我幫你跟堂商說這個謊言 但我回到法國 我會每天向天主祈禱 希望堂商早日知道真相 老婆, 老婆 什麼是你?還來找我幹什麼? 都說給我們時間重新適應 老婆, 上面是柴狼兜 你上去就是送羊入狼口 跟我回去吧 別拉手拉閣, 我是非禮的 什麼非禮?我是你哪位? 是老公, 難道我想你死嗎? 怎麼樣?有沒有想起? 失憶前兩個月的記憶 我真的沒什麼印象了 不用想了 肯定是那隻冷凍之手在你老了 你根本就沒有自殺 那倒是, 我這份人只有死錯人 怎麼會死錯自己呢 我也會自殺, 蟑螂也會絕種 那倒是, 那隻冷凍之手 怕我認回你, 接著你回家住 他連那本人肉避甲也沒了 所以作一條路來騙你 但他已經是餅神了, 還不用偷我的詩 武功有哪個研究的? 那些武林高手, 武功越高, 越是貪心 越想做天下第一 越要爭這個武林秘笈 真的? 真的 家姐, 你在拍摸電影嗎? 總之冰人四萬年, 我總是覺得他不是那種人 那個女兒親口問你那個矮爺的姐姐 她說沒有這件事 如果你不信, 你就問問她吧 姐姐剛剛乘飛機回法國 她坐得這麼急, 今早又古古怪怪 好像滿懷心事一樣 難道整件事真的另有別情? 你寧願相信愛人, 也不相信姐姐和女兒 現在女兒在家裡嚇得大聲 那隻冷凍之後, 真是壞人 什麼道理? 他女兒哭就證明你是壞人嗎? 那個壞人給了什麼藥 給你吃得很溫暖的 你這麼醜幹什麼? 就算冰人四萬年真的要偷我的詩 我不讓他偷就行了 他又不要殺我, 你真是害怕? 姐姐 你寧願留在他那裡, 為何不回家? 我們二十多年不見 你也要給我時間重新適應才行 回家大把時間適應 你也不明白, 在我記憶裡面 我老公有型有型的, 但是現在… 現在你看看你…你看你變成怎樣 你叫我怎樣適應? 你以前整隻磨雞蛋糕的 現在吃乾蒸燒賣, 太濕了 你嫌我啜嗦, 我一樣嫌你米粹 好, 我就把鑽子丟掉去買個鯧雞 你就把米粹丟掉, 回家沒有米粥 我買乾蒸燒賣, 送粥 冰人四萬年, 你們為何開到冷氣這麼厲害 你不是很怕冷嗎? 就算我真的怕冷 你平時不是一樣開到冷氣這麼冷嗎? 怎麼了?心情不好, 要降溫嗎? 在餅房你就可以入倉 回到來就自製磨雞蛋糕 還內外夾工, 看來你受的刺激也不輕 你不是打算坐在那裡看電視的嗎? 那我最開一套長劇的嘛 那我回去吧 光頭佬還說他想偷我絲 看這個樣子, 看這個樣子好像不太對勁 剛才那杯子明明有冰的 為甚麼現在暖手呢? 冰人四萬年不是興到這樣嗎? 太子 如果他對阿湘是假的 他沒理由興成這樣 我看見那邊那個人很熟悉面 我以為是舊同學而已 是嗎? 先生請問多少位 還問我有沒有約人, 原來賊賊賊 媽媽為了你, 連賊也做了 你說武愛多偉大 是嗎? 來了, 來, 坐… 來, 坐在那裡 行了 雖然爭拗勁時常有, 傷喊不好口 雖然我還沒搞清楚 甚麼雲石台, 甚麼扮喜歡人 甚麼自殺失憶, 甚麼偷師, 是甚麼一回事 總之一句說完 冰人四萬年不是居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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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個時候你還相信他? 你說媽媽不相信他, 難道相信你才對嗎 總之以前的事就過去了 將來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們還是喜歡大家 還是想在一起的話 就聽我說, 你從現在開始 就當自己還了失憶 就別想一些不開心的事 你, 男人嘛, 有點風度才行 替我女兒死心疼疑 我也沒有做錯, 為甚麼要我道歉 是他不相信我 還在說一封涼說話嗎? 我這麼好信任你 叫你看著我兩母女 原來你是心存不軌的 不是呀, 世伯 你甚麼? 放手吧, 死光頭腦 你這個壞蛋幹甚麼? 你…就是你這種死牛精養 二十多年來也不變 我一恢復記憶 就想起你這種死牛精養了 你以為你這個壞蛋有變嗎? 你和二十年前丟下的子女 一無一無冷血動物 還不替這個壞蛋說好話嗎? 他給你甚麼好處?要出賣女兒? 夠了, 爸 我這次讓你出來 是想你和媽媽和好如初 不是為這個人生氣 女兒呀, 女兒 病神, 瘟神優 一天都成功了 你這個雞仔妹人 也不見得好幫忙而已 那想走了, 你真沒良心 要先走了, 我先走了 又為甚麼? 我一心來為你哭了 你還想我賣單, 你還沒良心? 惡心 釋放 雞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Fenga,買了魚涼嗎? 謝謝 霍迪有什麼傷成這樣? 一定是被Holiday弄傷了 快點把他教了 拿東西來,拿一瓶 來,拿著 霍迪,你真可憐 Holiday?你挺野蠻的 Holiday也不好受 他現在傷了霍迪 變成了自己孤零零一個人 可能我還想我快點 阿商,給我打幾點過來 頭髮還沒回來,自己去打 還沒回來?十二點多 他還要做的嗎?人家是Mrs. Benson 反過來叫你們做事都還行 這個世界叫你不要罪女士 隨時是你的老闆 你放心吧,那幾張單位我會自己追蹤 你記住,有什麼事我一定會為你市民 你有什麼事不是為我市民的 還有,那個電視台訪問下就是了 你和唐湘合好說話沒有? 我沒打算去 他先是新人賽冠軍,他是主角 有他去就行了 是呀,我們有很多事要做 那些朱古力碎這麼厚? 擦一擦一擦 為什麼朱古力碎很濃烈? 還有剛才聽說沒有好一點 難道聽說我懶得切手又失靈? 誰會氣他呢? 不是呀,他今早回來已經一直在倉 大小姐,我打算辭職 我欠公司所有薪金我一定會賠足 辭職? 今天後天電視台訪問怎麼辦? 我不會去的 傻丫頭,你也沒有做錯,為什麼要走? 錯的是冷凍之獸 不,要走的應該是他嘛 況且現代女性失去感情 更加要找到事業,知道嗎? 我知道一個小小的訓練 哪有事業可言 誰說的?你我們吉刀新人賽冠軍 前途無可限量,怎會沒有事業可言? 幸好而已 好了…我們今天就不要談辭職的問題 我帶你去見一個人 我… 在外面看,還以為是一間容容顏量的貨倉 原來進來是一間這麼漂亮的廚房 大小姐,你不是間諜嗎? 唐先生,你真的很想像你 瑞師父?我要帶你見的人就是阿波 阿波 我在那裡見過新人賽道,見過你拉堂 我不同代表的KB 雖然我的中文不太好 不過我家鄉有一句話 我想用利形容力 就是會唱歌的樂語 難得天才 還不給他開心的樣子?你看 唐先生,現在阿波還是這麼說 我決定飛起冷凍之手 以後的刀就全靠你了 不行… 你聽我說 雖然你現在的歌唱得不太好 不過我很肯定你是惡業 而你的潛責加以適當的訓練 不用多久 因為你的成就一定會超越我和高筋 甚至你,媽媽 超越? 沒可能的 為什麼你對自己這麼無自信? 完全是因為你拜錯私所致 拜錯私? 你是為Kent嗎? 沒錯,那間擁有泰溫之手 做主的當然得心營手 不過你卻不同 你的泰溫比上人高 你是無親之手的後人 你應該學的是拉堂 就像學功夫一樣,南拳北腿 明明你應該學北腿的 就跑去學南拳 走上冤枉路 我甚至懷疑一開始他就記錯了 怕你的北腿 遲早有一天見過他的南拳 所以我點了黑路讓你走 你跟著Kent這麼久 他有沒有差過你? 想了這麼久,就真的沒有了 Kent也算是一代宗師 管他為他這麼陰險 這樣來打擊一個天才 還利用你的感情碰你去人生守財 困著你媽媽想偷私 這些所作所為加加賣賣 簡直是天地不育 我現在才知道 什麼叫知人厚面不知心 我可以怎麼做? 現在Kent也被那個壞人說了事 餅戒中人人人人都封他做武林民主 你要報仇的當然是拖他落馬 你媽媽是法國的餅俠 你一出生已經是紅藍 高筋這個大魔頭污染了整個餅戒 只有一兩股新血 才可以為餅戒帶來的革命 而在太內的母親之手的血 加上地獄色分裂 不出一個月 你一定可以成為一條長歌 唱得很好聽的 像Pelotty那樣好聽的樂 到時你一定可以鬥贏高竈 要摧毀一個男人 要毀滅他的事業 讓他佣更慘 更何況高筋那麼喜歡贏 只要你讓他輸 他一定會比死更難受 沒錯,我要他輸… 我要他輸 我要證明給他看我堂商不是垃圾 我是法國餅侯的女兒 我是母親之手的後繼之人 我是一條會唱歌的樂園 我一定要打贏他 我一定要打贏他 我想我也是想像他們一樣 怎麼了? 明天你還要到電視台接受訪問 我不想被人說我女兒 拜了一隻熊貓當師傅 回房間睡吧 我也沒想著去 沒錯,其實都經過精心嬌在模仿異性 你不是想放我女兒飛機吧 明天有訪問她才是主角 她也不會想見到我 我也不明白你怎麼會弄成這樣 坦白說,我也不明白 其實我真的不相信別人說 你跟別人說什麼我曾經自殺過 又要藏著我,又要偷學我什麼 拉堂絕技的事 不過就算我剛剛不記得那兩個月的事 要不然就真相大白 算了,沒人怎樣也不會相信我 那些不相信 但是你愛她的事,她會相信的 怎樣她會相信? 那就直接跟她說,我愛你就可以了 先嘗嘗看怎麼樣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要兵人四萬年說一句我愛你 就等於要我說一句我請客一樣難 不過呢,我這麼孤寒,我也請我女兒吃飯 就像你上次破去機場 拿著阿斌仔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說一句 我愛你一樣 怎麼不同? 怎麼不同呢? 阿斌仔是你的兒子 阿湘就不是我女兒 你可以跟阿斌仔說一句我愛你 就不可以跟我女兒阿湘說一句我愛你 那就是阿湘就不是你的兒子不經貴 是嗎? 之前就因為你不肯跟阿湘表達 你對他真正的愛 只令阿湘懷疑你跟沙拉輸倒 欺騙他的感情 你說阿湘不應該不相信你 不應該懷疑你 那你自己有做過什麼要別人相信你? 自己想想吧 各位, 你們照稿這麼說 不用這麼緊張就行了 謝謝 高先生, 唐小姐, 可以準備賣位了 去那邊吧, 謝謝 各位觀眾, 今天有榮幸邀請狗 還有餅壇身碎星, 唐湘小姐 還有他師父擁有冷凍之手之聲的 高根先生, 高師父和大家見面 唐小姐, 你最近在吉都西人賽比賽中 贏得總冠軍 你覺得你給其他參賽者 優勝之處在什麼地方? 主要我是比較鎮定 還有臨場可以發揮自己學過的東西 還有有好運 高師父, 在餅壇中過 我都叫你做餅神 你這位高徒這次一出手就拿冠軍 那你究竟傳授什麼秘訣給他呢? 其實竅門和技巧都有 但是秘訣就不能說 最主要是因為他自己努力 我知道這次比賽主題是愛的呼喚 唐小姐得到評判的歡心 我相信你的作品一定是充滿愛心的 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是怎麼構思出來的呢? 其實我當時很急很亂 不過幸好有我家人和我師父 是否因為有這麼多人現場支持你 令你感覺到愛的感覺 所以就做出這個作品呢? 不是 是 有沒有愛的感覺根本不重要 自己要看你有多想贏 你的意思是你能夠贏的原因是嗎? 很信心, 只要你的心想一定要贏 你就會無所不用其極 你的意思是怎麼搞成這樣呢? 我要贏我師父骨筋 對了, 要掏下的父心人, 爸爸撐你 唐小姐的偏執狂又發作了 臭女兒傻了嗎? 不如挑戰自己的師父 對呀… 你有沒有接受你徒弟的挑戰? 比賽真的可以… 真是搞越複雜 技術成熟和進步 如果唐商他覺得真的有什麼必要呢? 當然有這個必要 你之所以叫做餅臣 是因為你百戰百姓, 眉上一敗嘛 我做你的徒弟 當然想像你這樣贏得轟轟烈烈 你會成全我的吧? 好, 我接受你的挑戰 這次真是精彩了 可以見證世紀大戰的誕生 我真的想管你 又是甚麼呢? 高師傅, 今天真是謝謝你 之後那個比賽再約阿翰 等了你很久, 走吧 我要換衣服服裝 不用了, 我趕時間了 沒問題,你先打電話給我 好,好 好嗎?我們再聯絡 李沙翁,金字王又有事嗎? 有事的那個不是你嗎? 本來是在拍拖 怎麼又輕輕我我,又變成有你沒有我? 我們之間有些誤會 其實我應該負責任 我個人也不會表達自己 禮物又不多見,拖下手又嫌弱 是我給他不上信心 所以我想用行動表示我的誠意 希望這個展示可以表達我的心意 幸福相遇了 原來你又憑蛋糕忌意 這兩條魚是代表我和堂商 我們倆經歷了很多事才能走在一起 但因為一些誤會,所以出現了裂痕 心患是象徵著我們的感情 我希望我們可以同心合力 一起收穫這條裂痕 其實在幾百萬的觀眾面前做這種事 你會不會覺得好用麻煩 我聽見毛管棟 不過有時候遇到毛管棟 我希望那些女孩子是越瘦 你向他提出挑戰,他竟然一口答應 根本沒考慮你們之間的實力懸殊 分明就想在幾百萬電視觀眾面前 一鋪把你打散 世間上竟然有一位想自己徒弟死的師父 真是沒人性 我不會那麼容易被他打散 你放心吧,我們會全力支持你 因為你度身訂做一個訓練程式 不過你又有心理準備 因為這一段日子會是你一生在辛苦的日子 只要可以打敗高筋 多辛苦我也不怕 我當天親眼看著冷凍之手 因為失戀而不再冷凍 這場比賽我真的很想看看 她面對著自己心愛的女人 對著自己一些仇恨的目光 到時候她的朱古力究竟會融得如何? 唐箱的出現 已經是對付Kent最佳武器 我根本沒想過要認真訓練她 那你剛才又說地獄式訓練? 張勤補絕這四個字 是專門來哄一些沒天分的人 況且我當然要疼愛我們最佳武器 不然到時候我是壞了 出不了才不是更糟糕 所謂地獄式訓練 我的目標不是唐箱,是另一個人 七哥,你站在這裡幹什麼?過來幫忙吧 我看看有沒有人 我不是跟你說了,人們都走了 過來吧 你肯定那些工業收工之後 不再回頭了? 這裡的人很怪的 上班一條床,下班一條龍 時間就閃人 你擔心大小姐 爛點過來買宵夜還好嗎? 她最近不知道要貼了哪條線 經常做道行俠,連車也不用車 很醜,冷氣在哪裡?開個冷氣兩兩線 你傻了嗎? 開冷氣就讓管理處的人知道 忍一會吧 七哥…你聽聽這裡,是不是有點不一樣? 沒有 不是這裡,外面的腳步聲,還有人拋 甚麼? 紅姐,你怎麼搞的? 這頓工藝?我還粒粒粒,煮得乾乾淨 好… 你放我大公來吧 好… 蛋糕呢? 蛋糕呢? 是… 不吃了,是否有蛋糕呢? 你好… 能不能收到? 你真壞,我真的沒想到這麼漂亮 你真漂亮 我們要唱帥哥吧 你好…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Baby Happy Birthday to you 乾杯… 是摺蛋糕呢? 摺蛋糕,摺蛋糕,摺蛋糕 是呀,摺蛋糕 快點…摺蛋糕… 好… 兩位在這裡做什麼? 是呀,我知道了,難道你們兩個回來… 回來什麼? 回來什麼? 是呀… 是呀… 其實早就顧到了 你們兩個回來偷 偷什麼? 偷情 偷情? 他們兩個早就認心愛對方了 挺好 不對,算了,你不是JankoKo姐嗎? 對呀,你不知道我正在追求你嗎? 就是我早就感受到你和這個男人有事 我就退出不接受你的愛意,你明白嗎? 你真的感受到我和七哥有事? 算了,我不想再偷偷摸摸下去了 我好辛苦 算了,你…你…你一腳踏兩船 還要弄一件這樣的 你一腳踏兩船就不要緊 但是千萬不要踏阿婆和我的船 還有我 看到你們兩個眼淹了 我們去唱棋,走… 走… 走… 小心… 但沒有男人 你不是要陪你的愛人嗎?你在幹什麼? 別再說那些話了 我特地跟蹤你來的 我想告訴你 你真的不要當我和七哥說那些話… 我知道,其實你是想回來跟他爆鴿 我撿到吉都那張地圖 又看到地下有徐仔 你別告訴我 餅房裡有寶藏,你要回來掘 是嗎? 但如果我跟你說,真的有寶藏呢 不是吧 不過有沒有寶藏也不關我的事 你不跟警察說嗎? 慢著 對了,為甚麼剛才你不熟悉 找警察來抓我 反而幫我和七哥作故事 那…今天Danny生日 你沒理由叫人家在警局 那裡會和你一起過的 你根本就是撒謊 你根本就是不捨得抓我 你關心我,喜歡我,是不是? 什麼?你傻的?翻臉嗎? 你…Danny沒我多八次 不看你 以前的平時罵我一定是笑口奇奇的 為何這次這麼認真? 分明就是真情流露 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好了,別妨礙我們去廁所 mind written nonsense Richie web 氏 ava la 所以外班質地又不夠通透 失敗的原因是糖溫度不夠高 所以拉出來的糖是不夠薄 而且沒有對精彥的質感 你試試把溫度升到二百度 二百度? 那雙手怎麼放進去? 你想贏高跟就一定要受苦 那碗拉出來的糖果, 果然是不一樣的 你看看 那倒是算了, 回去吧 上師父, 是否二百度不夠高溫? 我可以令高溫一點 沒用的 始終你拉出來的糖是有飲料 不過沒有神 是人嘛 想擊敗Kent 看來還有一條很長的路要走 我們是理不及的 難道真的沒有其他辦法? 怪不得你, 你也很努力 或許是我搞得無妨而已 看來我們一定要找一個 拉糖絕頂高手 我才可以替你取得更大的突破 你說我媽媽? 不過媽媽她反對我跟Kent鬥 發過餅下的母親之手 當然是絕招中的絕招 或者我可以找到其他高手 我想想吧 那天主, 我不明白為何你要安排我走 這樣的路 但我適應了這麼多年 我一直都沒有盡做媽媽的責任 好好地教導女兒 我不敢埋怨天主你 我只是希望天主你能夠讓阿湘 走出魔鬼的陷阱 不要讓魔鬼利用仇恨 來蒙蔽她的眼睛 以致跌入萬劫不復的心怨 祈禱要專心點 人家的電話響關你們什麼事? 阿湘? 媽媽, 我真的很想學母親之手 你教我吧 你現在在哪裡? 你真的肯教我? 你是媽媽的女兒 媽媽又怎麼會不理你呢? 究竟這個電話是你的安排 還是魔鬼的安排? 雙 媽媽 不要再練了 拉堂不是這樣練法的 你這樣練只會弄傷的手 你連殘廢也不會成功 那你教我 我要拉出有生命的堂 拉堂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容易的 我知道不容易 但這是我唯一的出路 我可以放棄的 好, 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是 三百寶? 好, 幫你都會用 真是不愧是母親之手 很織形剔透 原來是用一對異常溫暖的手 才可以抵擋高溫 錯 母親之手是用我拉堂手發動技巧 並不是溫度 好, 這個才是我拉堂的秘訣 你看著 為什麼張紙不濕? 你的手明明濕的 我是用蜻蜓點水的方法拿著張紙 因為速度夠快 手指沒有真正接觸到張紙 拉堂也一樣 要做到這樣, 雙手才不會弄傷 但是…你怎麼不觸碰這支糖 都可以拉出一些糖 速度決定一切 你要在雙手弄傷之前把作品完成 拉堂是起源自法國和瑞士 是難度極高的餅藝裝飾藝術 因為糖膠高溫容易硬化 所以速度的快慢和技術的純熟程度 是決定成敗的關鍵 拉堂並沒有任何工具輔助 只憑這一雙手 所有的變化都是投入心 眼、手三者合一 將心中意… 你果然有辦法 可以引導一袋餅後, 陳梅香出手 所謂母親之手 但是這麼短時間 童商真的可以學到母親之手嗎? 要學到母親之手的, 不是童商 是我 如果讓我掌握到她的技術 要對付區區一個鏡頭 簡直是手道拿來 好漂亮 好漂亮 我沒了我家二十多年才鍊成母親之手 雙, 聽我說 這個世界沒什麼是值得 你和自己心愛的人分開的 你贏過全世界, 你當然敢說 我明白的, 二十年前我都像你這樣想 你要坐下去, 我阻止不來 但是我不會送你上這條不歸路 我是不會教你母親之手的 為什麼?我是你女兒, 你這樣也不幫我? 所謂愛之心, 恨之切 你這麼討厭這個人 就證明這個人在心裡多麼重要 你以為贏了他就會傷害他嗎? 但是到頭來你會發現 滴血的是你自己的心 我不管, 我只知道如果我贏不了他 我會覺得我自己很沒用 我這輩子都抬不起頭做人的 媽, 我求求你 我二十幾年來都沒求過你 這才是我第一次求求你 你就這樣幫幫我吧, 好不好? 你會後悔的, 你真的會後悔的 說到底你還是不肯幫我 我會自己繼續練下去 就算練到我雙手變成龐哥 我都會繼續練下去的 三… 三… 糟了, 這條路呢?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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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但我却害怕会忘事一样有遗憾 如从来没试过相拥的怜患 人生不添恋爱叫我